阴影的力量 在动荡世界找寻爱 作者 迪帕克·乔普拉 戴比·福特 玛利安娜·威廉森 译者 陈寿文 中辈 第二章 通往自由之路 合一的完整人生 第三集 停止投射和自我批判 用三句话来总结以上的论述 你就处于二元对立中 阴影用一团幻象的迷雾包围着你 你分裂的自我是最主要 并且最有破坏力的幻象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分析是否准确 并以此来从个人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你看看周围 可能觉得很难找到阴影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 日常生活并不是病态的 即使专家告诉我们 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现象 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 即使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者人数 在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普通人还是很容易否认 人类本性阴暗面的存在 阴影不是虚构的 知道这一点很重要 阴影让你保持无意识状态 因为它就是痛苦和压力的藏身之地 当社会压力再也压制不住的时候 就会大规模的爆发暴力事件 同样 当个人压力控制不住的时候 就会出现家庭暴力 保持无意识状态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细化到个人 那些长期以来被用于创造集体阴影的力量 现在正被你所使用 无意识可能看起来像虚无的海 冲动 驱动力 秘密和禁忌都搅合到了一起 一片混乱 但我们能把它们一一区分开来 思考一下下面的内容 我和我的阴影 跟生活中的所有事物一样 阴影的创造也需要一个过程 没有人打算要增强阴影的力量 但其实我们都在这么做 只要你做下列的事情 阴影就会增加 对自己或他人保留秘密 秘密的生活会给阴影添砖加瓦 秘密的形式包括否认 蓄意欺骗 害怕表现出真实的自我 感到内疚和羞耻 每个人都难免有错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但如果你对自己的错误感到羞耻 对自己的不完美感到内疚 阴影就会获得力量 错误地理解自己和其他人 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方法来释放你的内疚和羞耻 就很容易判定你或其他人最有应得 批判就是戴着伦理面具来掩饰其痛苦的愧疚 需要找个人来责怪 一旦你认定内心的痛苦是个道德问题 你就会理所当然的责怪一些你认为在某方面不如你的人 忽略自身的缺点 对周围的人指指点点 这就是投射的过程 对此很多人都不知道或不太理解 但无论什么时候 你想将某件事情解释成是上帝或魔鬼的行为 你都在投射 识别出他们的过程也是一样 他们就是坏人 引发了所有问题 如果你认为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 你就是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到了别人身上 而没有勇于承担责任 把自己与他人划分开来 如果你觉得世界是分成他们和我们的 那么你自然会选择自己的一边 认为自己这一边是好的 这种隔离会增加你的恐惧感和怀疑感 而这些感觉就会滋生出阴影 努力压制邪恶 人们总是相信各处都潜伏着魔鬼 实际情况是 幻象的缔造者被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象欺骗了 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阴影巨大的力量 我们已经迈出了消除阴影的第一步 就是揭露了它的滋生过程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首先你认为自己必须保守秘密 然后这些秘密不再是悄然潜藏其中 而开始让你感到羞耻和内疚 自我批判于是开始了 而自我批判让你觉得实在太痛苦 所以你要去外面寻找一个人来充当你的替罪羊 这个循环最终导致了孤立和否定 一旦你发现自己挣扎于罪恶和邪恶感中 你就看不见那个可以拯救你的基本事实 这个基本事实不是魔鬼的救赎 而是你做出了简单的选择 从而心甘情愿地进入了这整个过程 因此要想逃出这个牢笼 你只需要做出相反的选择即可 在下面的内容里 我把选择分成了四类 一 停止投射 二 松开 放手 三 放弃自我批判 四 重建你的情绪 这是生活给每一个人提供的选择 我们总是做出与之相反的选择 阴影说服我们去责怪别人 而不是自己主动承担责任 他告诉我们 我们是不值得爱和尊重的 他宣扬愤怒和恐惧是生命的自然反应 我们都陷入了这些灾难性的选择之中 他们扼杀了我们的生活 赶走了所有的喜悦 因此没有比改变这一过程更紧要的事情了 越早越好 第一步 停止投射 根据荣格的研究 阴影让我们忽略自己的弱点 并把这些弱点投射到别人身上 那个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感觉 变成了其他人不够好 这里有无数类似的例子 有些是琐碎的小事 而有些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最近有位电影新星被批评减肥过度 而与此同时 整个国家却变得更胖 反战运动被公开指责为不爱国 而每个纳税人所缴纳的钱 却是为了杀死一个 从未做过任何伤害美国利益的他国公民 每个人都把投射作为防御系统 以回避观察自己的内在 我们需要认识到 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防御 这个投射模式是 我没法承认那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想你是那样觉得的 因此 如果你感觉不到自己的愤怒 你就会给社会的某个团体 贴上暴力和可怕的标签 如果你下意识地产生了 你认为是禁忌的性取向 比如同性恋 你就会认为是别人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 投射是非常有效的 我OK 但你不是 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一种虚假的自我接纳 然而真正的自我接纳是延伸到其他人的 如果你自己OK 那我们就没有理由给别人贴上不OK的标签 你在投射吗 下面是投射常采取的典型形式 优越感 我知道我比你更好 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并承认这一点 不公正 这不公平 这些坏的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 我不该受到不公正对待 傲慢 我根本不想理你 你的存在惹恼了我 防卫 你在攻击我 我不会听你的 责怪 我什么都没做 都是你的错 理想化他人 在我小时候 我的父亲像神一样 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嫁的那个男人是我的英雄 偏见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而他是其中之一 小心 他们的好意是危险的 嫉妒 你想要背叛我 我看得出来 偏执狂 他们在故意为难我 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阴谋 每当出现这些态度时 在你的阴影中 都隐藏着一种无意识的感觉 而你无法面对这个阴影 下面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优越感 掩盖的是你是个失败者 或如果他们知道你的真实面目 别人也许会拒绝你的想法 不公正掩盖的是你的罪恶感 或者你应该受到责备的感觉 傲慢掩盖的是被抑制的愤怒 在那之下是深深的痛苦 防卫掩盖的是 你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和脆弱的感觉 除非你保护自己不受别人攻击 否则你将攻击你自己 责怪掩盖的是 你错了 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理想化他人掩盖的是 你是一个软弱无助的孩子 需要被保护和照顾 偏见掩盖的是 你低人一等 理应被人拒绝的感觉 嫉妒掩盖的是自己想要堕落的冲动或性功能不全 偏执掩盖的是深层次的过度的焦虑 正如你所看到的 投射远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微妙 然而他为阴影敞开了大门 但这是一扇痛苦的大门 因为你看到的别人的缺点 其实是你对自己感觉的面具 如果我们能马上停止指责和批判就好了 实际上 驱散阴影需要一个过程 要停止投射 你必须看到你在做什么 与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感觉连接 并接纳这种感觉 看看你在做什么 当你在投射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识别 一个线索就是表现消极 投射从来就不是中立的 它表现为负能量 因为它掩饰的就是负面的东西 结果这对我们是一种帮助 你知道自己在生气或是焦虑 这些都是阴影的感觉 但是当你把火发在别人或别的事情上 或是处处感到有理由恐惧 消极就出现了 那就是投射最明显的例子 我希望你能看出感觉和投射感觉之间的差别 感到愤怒是有用的 而通过指责他人他事来表现愤怒则没有用 社会希望你继续指责 因为我们vs他们的思想 是把社会聚拢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一种非常糟糕的方式 因此 你的脑袋里有个微弱声音 想要抓住他们 恐怖分子 无神论者 贩毒者 罪犯 虐待儿童者 这份名单可以无限的列下去 不要把所有的理由用来指责他们 和批判他们所犯下的错误 换条路吧 看看自己 看看指责游戏是怎么评价你的 有一次 在著名的印度新领导师 克里希纳姆提的讲座上 有位听友站起来提问 我希望世界和平 我痛恨战争 那我能做些什么来实现和平呢 停止成为战争的原因吧 克里希纳姆提回答道 这位提问者吃了一惊 我不赞同战争 我只是希望和平 大师摇了摇头 在你内在 有每一个战争的原因 正是你内在被极力隐藏和否认的暴力 导致了各种战争 无论是发生在你家的战争 在社会上对抗他人 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 他的回答让我们感到不舒服 但我认为这是真的 因为古老的吠陀圣者早就表示 你不在世界之中 世界在你心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的暴力 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之中 而阴影的概念出现之前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 但是 一旦你看到你也参与了集体自我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愤怒 恐惧 怨恨 冲动和侵略 都直接由你导向集体无意识 然后再返回来 我知道 要你每次都捕捉到 你在投射自己隐藏的负面情绪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否认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阴影是秘密的 当你在理想化别人 将其称为完美的英雄时 你很难看到任何潜在的消极面 但消极面确实存在 因为在别人身上的完美幻想 实际上隐藏着深感自卑的自己 但是如果你回到投射模式图中 并经常查一查 你会更容易发现自己在使用这种防卫模式 跟你隐藏的感受连接 当你看到你在投射一个隐藏的感觉时 就是你需要接触那感觉的时候 不要拖延 机会之门很快就会关闭 但在那之前还有一道鸿沟 就在你竖起你的防线时 你实际上感受到了你不享有的感觉 让我讲讲一个年轻人给我讲的例子吧 他在读研究生时很穷 但有很多有钱的朋友经常请他吃饭 一天晚上 大家都围着桌子坐着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还记得我们去年夏天在伦敦吗 他转向主人说 你和你的妻子在那个人心道上开始争吵 你们都提高了音调 而我只是站在那里 你只顾着大叫 没看到一辆货车就停在你后边 货车的一边写着 勃然大怒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同步性 其他的客人都点点头 并低声议论 谈话继续 但后来女主人把年轻人拉到一边 你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们呢 他生气地问 我没有侮辱你 他辩驳道 我只是在讲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回到刚才 女主人说 当你决定要讲那个故事的那一刻 你有什么感觉 这个年轻人耸了耸肩 没什么 就是这个故事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女主人摇摇头 不 在那一刻你心怀恶意 浮现在你脑海中的不是一般的故事 那是一个使人难堪的故事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意识或机制 来以这样的方式分析这样一个短暂的时刻 值得赞扬的是 年轻人勇敢地面对了自己 当他告诉我 我并没有再自动防卫自己 我回到那一刻 发现他是对的 那一刻我确实感到嫉妒 这里一桌子的食品和酒 我都买不起 在某种程度上 在那待着让我感觉屈辱 我知道我无法回报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了要隐藏自己的屈辱 而谈论其他的事情 讲了一个让别人蒙羞的故事 在这个小故事中 如果仔细体会里面隐藏的东西 你就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你所需要的品质 比如警觉 自愿 公开 诚实和勇气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停下来问问自己 我现在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你就抛弃了警觉 自愿 公开 诚实和勇气 你让阴影获胜了 与你的感觉平和相处 一旦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感觉 你就可以选择了 实际上是很多选择 你可以压住这种感觉 你可以责怪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你可以攻击这种感觉 或感叹 或为此道歉 这些选择都没有效果 他们强化了不想要的感觉 并使之更加讨厌 从而给了阴影可乘之机 听起来很奇怪 但感觉也是有感觉的 作为你的一部分 他们知道何时你不想要它们 恐惧会隐藏自己 愤怒会假装自己不存在 这基本上就是问题所在 当不想要的感觉出现的时候 你怎样应付它呢 你没办法 除非你与这种消极情绪和平相处 否则它们会一直存在 处理消极情绪的方法就是承认它 其它不需要做什么 不要对抗 不要宣泄 无论是愤怒 愤怒 恐惧 嫉妒 攻击或别的什么 感受那种感觉 然后说 我看到你了 你属于我 你不需要为自己不想要的感觉 而感觉良好 这是一个过程 愤怒和恐惧将会再次出现 那些深藏的情绪也是 当它们出现时 承认它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会开始觉得 那些不想要的情绪 慢慢变得没那么讨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将会听到它们的故事 每一种情绪里面都藏有一个故事 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对那些故事敞开心扉吧 不管它是什么 你曾体验过的任何创伤经历 从车祸到表白遭人拒绝 从失业到学业一塌糊涂 都将其残片存留在阴影中 你已经累积了一些心理学家 称之为过去的情感债务的东西 为了偿还这笔债务 你要仔细聆听那些背后的故事 比方说 我从来没有入选过棒球队 或者我有罪 我偷了妈妈钱包里的钱 大部分故事都根植于童年 因为就是在童年 我们开始学会内疚 羞耻 怨恨 自卑 以及那些我们现在所带有的主要负面情绪 听完这个故事 然后接受它吧 告诉自己 你有那些消极情绪是有原因的 你别无选择 因为它被秘密地保存着 人隐藏在那儿 而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旧的情绪仍在那儿 保护你不再重复受同样的伤 与它和平相处 这样你就把消极转变为了积极 保存恐惧 但它却不会伤害你 它认为 当你再次遇到伤害 被女孩拒绝 挨家长骂 被老板炒鱿鱼时 你需要保护自己 但这些都不会再发生了 肯定会和以前不一样了 你最不应该做的 就是回收这些旧的情绪 当然 这种做法非常诱人 陷入令人沮丧的情况时 我们都忍不住要把愤怒 从我们的情绪中给扯出来 在紧张的时刻 我们会找出焦虑 不过 如果你一直回收过去的情绪 你只会在不知不觉中 强化过去 没人需要保护 早已过去的童年 即使类似的情况 不包括那些 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会发生 我们也都已经是被过度保护了 我们给自己找了 很多很多感到害怕的理由 我们都处在对敌人 犯罪 自然灾害的集体恐惧之中 与恐惧 愤怒和侵略和平相处 对你不会有什么坏处 心灵仍然记得 它需要做些什么 既然你已学会了 如何处理投射 你可以问下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这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它关系到阴影存在的主要原因 第二步 松开 放手 为什么放弃消极的情绪那么难 原因不止一个 首先 消极情绪只是冰山一角 所以每一次当你生气或焦虑时 在阴影中都有更多这样的情绪 第二 消极情绪是有粘着性的 就像我们牢牢抓住它一样 它也牢牢地抓住我们 这是情绪的一种生存机制 情绪认为它们有生存的权利 和你一样 你的情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 它们给出理由 编造一个令人幸福的故事 尽管如此 一旦你知道了该如何去做 你就可以放弃消极情绪 这个过程首先是要承认你的情绪 不论你多么讨厌它们 并把它们带到表面来 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步 现在你需要脱离消极情绪 这里有一个平衡的行为 因为你想要承担责任 却不想与你的消极情绪产生共鸣 一旦你了解了你的真我 它超越了阴影 消极的情绪就不再是你了 因此 像对待过敏或流感一样 对待消极情绪吧 它们只能暂时改变你的状况 过敏是发生在你身上 但它不是你 流感带来了痛苦 但这并不意味着 你注定要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当你找到了消除消极情绪 粘着性的办法时 你将变得更加独立 以下语句或许对此有帮助 我可以战胜它 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以前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可以应付它 攻击别人不会让我好受 没人赢得过责怪比赛 我很有耐心 看看我是否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冷静下来 我并不孤独 我可以找人来帮我度过这段倒霉期 我不是我的感受 情绪来来去去 即使是最坏的情绪也是如此 我知道怎样定位自己 如果你能把这些话付诸行动 那么你的应对技能就会增强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你需要有决心 你必须想要脱离消极情绪 定位 耐心 自我觉察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会自动脱离负面情绪 与此相反的是 当你有以下想法时 就会将自己继续粘在负面情绪上 从而增强了其粘着度 我觉得很可怕 我不该这样的 为什么是我 有人要为这件事负责 并不是我导致事情发生的 我可以把责任推给谁 这时我发狂 没人能帮助我 我怎么能分散注意力 直到这种感觉消失 我需要服药才能熬过去 我感到如此糟糕 大家可要小心了 我想被拯救 有人总是和我过不去 这件事现在必须解决 我忍不住要那样想 西方人用超脱这个词 来区别于东方的宿命论 或漠不关心 那么让它成为你用积极方式 重新定义的第一个词好了 超脱不是表示冷漠 它表明你真的不想让消极情绪 一直缠着你 第三步 放弃自我批判 你得到那些你认为你应该产生的情绪 然而许多时候 这些并不是你想要的情绪 根本不是 除此之外 每个人都在玩着用好情绪 来替换坏情绪的游戏 这实质上就意味着自我批判 沉溺于坏的情绪中 愤怒 恐惧 嫉妒 敌意 受害 自怜和侵略 意味着这个自我形象需要这些负面情绪 没有两个人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情绪 我们都在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建立各自的身份 有人用恐惧来激励自己克服挑战 有人则用他来变得依赖他人 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有人用愤怒来控制周围的人 有人却害怕表达愤怒 从不表现出来 然而你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 是与你的每一种情绪绑在一起的 任何情绪都是有效的 但是当你加进自我批判的成分时 任何情绪都可能是破坏性的 当爱错位 扭曲或被拒绝时 它可以夺去人的生命 我只是想帮忙 听起来像意味着关爱的积极宣言 但多少次它也意味着不受欢迎的打扰 任何时候 只要你愿意 你都可以塑造一个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形象 无数人想要如此 也有几乎同样多的专家告诉我们如何来做到 但是如果你的情绪产生了消极影响 你将无法创建你想要的自我 如果像恐惧和愤怒这样的主要情绪都能够随心所欲 自行其事 你很难自我感觉良好 那么该怎么办呢 意志和压抑没有用 对负面情绪放任不管也行不通 我非常重视同情 如果你可以看着自己说 没事 我明白 你就同时做了两件事情 你把判断从你的情绪里挑了出来 并且允许自己做你自己 我们总是倾向于向外散发同情心 同情他人 他物 却常常忘记同情自己 我曾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 是他让我思考这个问题 他走过来问我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听人说话 他说 我只是想知道 我是不是同情心过剩了 我请他描述一下 当他聆听别人说话时发生了什么 这很奇怪 他说 当我早上起床时 我聆听我的家人 然后同情他们 从我还是个孩子时 我就一直这样 工作时 人们对我倾诉他们的烦恼 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同情他们 但最近甚至街上的陌生人 也会突然走到我面前 告诉我他们的麻烦 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 你总是花时间来表达同情吗 我问 他点点头 我认为你并不是在伤害自己 我说 他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我接着说 事实上 我认为你非常伟大 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很感谢你能这样做 这有点出乎意料 他很尴尬 很少会有人说 我们的主要问题 是对他人的同情心过剩 但也有陷阱 我告诉他 同情是慈悲的代名词 而慈悲就是要一起受苦 对此我们必须划清界限 如果你的同情让你精疲力尽 那么他就没有得到恰当的使用 他不能压垮你 或使你觉得你像你同情的那个人 一样感觉糟糕 同情的价值对给予的人 与接受的人是一样的 后来 我想过他是怎样发生效应的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判断的声音 我们称之为良知或超我 这声音不是来自外部的判断或父母 但他独立工作 评价我们和我们思想的价值 比如 你对某人乱发脾气 后来觉得愧疚 你脑袋里的判断之声会说 你错了 你可能会有麻烦 你活该 也许这些话从某个角度来说 是有帮助的 但是 这个判断之声就是你自己 因此 如果批判你 他实际上就是批判自己 而没有独立客观的判断在里面 那个认为你是错误或坏的声音 是虚构的角色 你会发现这个角色从不同情他人 为了保持凌驾于你之上的权利 他必须恐吓你 如果你开始同情自己会怎么样 内在的评审团将会慢慢解散 在这个年轻女人的故事中 我觉得她没有自私地保留她的同情 就像人们说 在看到我的朋友有多坏后 我对自己感觉更好 相反 她通过倾听 为同情打开了一个通道 我们必须对自己也这么做 如果该通道是通向上帝的就更好了 最高程度的慈悲具有疗愈的作用 当你对别人表示同情时 别人的疾苦就被了解到 并被传递到了一个更高的意识层面 我们不是在谈论放弃自己的良知 但是当良知变成惩罚 让你感觉没价值时 那他就做得太过了 现在是时候释放将你束缚于狭隘观念之中的判断了 在灵性或上帝的国度 随便你叫他什么 痛苦是可以被治愈的 通过你的同情 你对疗愈性的能量打开了一条通道 渴望成为这样的通道 这是生活最大的乐趣 当然也是最纯粹的乐趣 第四步 重建你的情绪 任何消极情绪出现时 你都可以用新的东西取代它 我把这个叫做重建你的情绪 我们脑海中都有一个理想身体的形象 修长 健康 年轻 美丽 有朝气 但是 我们没有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情绪 情绪像身体一样 必须好好的滋养 如果总是一遍一遍对世界做出相同反应的话 那他就会变得毫无生气 如果长期接触毒素和不良影响的话 他就会患病 每当你感觉到消极情绪 你的情绪就会表达不适 酸痛 疲劳 或疼痛 注意这些症状 就像你身体的疼痛和不适一样 如果你的鞋子里有一粒石子 你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拿出来 然而你忍受了多久我们情绪中的石子 在许多方面 我们应该转移自己的重点 想想我们为避免老化所花的时间和金钱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以确保自己身体健康 然而讽刺的是 情绪对老化是免疫的 情绪不会变老 因为青春和新生的源头 总是近在眼前 你的情绪应保持精力充沛 警觉 灵活 我认为有一个词 存在之轻 可以涵盖所有这些品质 孩子自然会感到轻快 他们玩耍 大笑 他们忘记创伤 迅速恢复 不管感觉到什么 他们都会表现出来 这种无忧无虑的时光 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密切观察一个年幼的孩子 你可以看到他们未来受苦的趋势 因为阴影在教会他们投射 责备 内疚 以及其他 这就是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 重建情绪是最好的 长期战略 你的未来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释放自己的过去 关键是有一个愿景 然后你可以每天实现 目前不缺详细的建议 包括这本书和许多其他的材料都是很好的资源 但是如果没有愿景 最好的建议都会变得杂乱无章 重建情绪的愿景 至少包括以下几点设想 变得更加完整 学习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消解过去的恶魔 治疗旧的伤口 为自己期待最好和最高 树立现实一点的理想 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他人 慷慨一点 尤其是对你的心灵 看透你的恐惧 学习自我接纳 与上帝或更高层次的自我沟通 重建情绪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变得更加完整 情绪不能孤立的被改造 它们与思想 行动 志向 愿望和关系融合在一起 你每一种无形的感觉 都会向外影响到你的环境 你周围的人 最终会影响到社会和整个世界 经过多年来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工作 我意识到 如果没有整体性 我们所有的创造就只是换汤不换药 因此 让我们看看是否能够把你的生命 作为一个现实 一个过程 其中包括了你曾有过的 或将有的每个思想和行动 这听起来可能相当庞大 但为了避开幻觉迷雾 唯一的出路就是现实 事实上只有一个现实 你没有办法与它分离 而且当你看到生活的整体中 巨大的优势后 你也会希望不要与它分离 你的自我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庞大的支撑 不是你的真我 事实上 正如佛陀所说的 它完全是一个幻觉 你每天保卫的那个自我 只是让自我感觉好受的虚构之物而已 然而 自我没有意识到的是 如果放弃了狭隘 自私 它会感觉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 真我就会出现 然后 也只有那时 就可能会实现整体性 如果您能否购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